我們旅行社到底都在幹什麼 打拍啊 追劇 打電動 大家好 我們是坐火車去旅行 我是站長Nadia 我是Joyce 我是Juno 我是May 我們今天要來聊的就是 新冠肺炎期間 旅行社到底都在做什麼呢 那我們現在上車囉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聊這個主題呢 就是因為 真的大家都太關心我們了 很擔心我們會活不下去 就連我辦講座 然後跟我素媚評審的聽眾呢 看到我都說 你們還好嗎 對啊 或者是打電話去銀行客服 我只是要個帳單 然後說到我們公司的名稱 某某旅行社 他們也說 嗯 我了解 好 稍等一下 就是 很關心我們的感覺 你搭計程車怎麼了 我搭計程車 每次載計程車 司機聊他們多可憐 多可憐 然後如果我在做什麼行業 我說旅遊業 他說 他就閉嘴說 哦 你們最慘 所以司機本來想抱怨 聽到我們是旅遊業就閉嘴 那 那所以我們今天就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從 差不多是農曆過年開始 我們旅行社到底都在幹什麼 打拍啊 過年 過年不是嗎 我說上班時間 欸 上班時間其實也在打拍 上班時間 你是說在疫情期間的上班時間 對啊 3月以前就是 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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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票 退票 找機會 每天就是一疊的退票在桌上 就是 然後跟總公司溝通 那是他 我們是客人打不完的電話 打來 一直打來 然後找機會 然後辦退票 然後求求看航空公司可不可以退票 有的航空公司不能退票 就一直在跟客人解釋不能退票 不是我們不退 是航空公司不退 然後可以退的時候 又趕快跟客人說 欸可以退了趕快退下來 因為航空公司的政策一直在變 一直在變 然後每天都在翻譯那些policy 對 那policy呢 一版 兩版 三版 四版 到第七版以後 上午一版 下午一版 到第七版還7.1 7.2 7.5 今天是7.6 有那個即時新聞 就是會突然講說 英國 什麼什麼國家 有禁止進入 然後大家就開始 Oh no 不要 反正什麼航線一段 大家就會開始 哀聲 尖叫 我跟你說 那時候我在育嬰家 然後我公婆看到新聞 就說 還好吧 你這樣子還能回去工作嗎 然後我說沒關係 那是中國的事情啊 對 結果後來 歐洲就淪陷了 所以其實六七月 我們就是在輪流休假嗎 六七月 其實應該是說六七月輪流休假 然後這一段時間 其實大家有各忙各的事情 就是除了學習 其他部門的產品之外 還有 公司也趁著這個時候 剛好電腦的優化 所以有一些流程的 流程要怎麼走 怎麼樣的流程 還有電腦的優化 都是利用這個時間在做 那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有經歷過SARS 這次到底有沒有比那時候嚴重 有 那時候中國人沒有到處亂跑 這一點可以講嗎 哈哈哈哈 可是SARS三個月之後 然後七月開始突然 那時候電話量是爆多 然後忙到超級忙 然後其實SARS之前那三個月的 沒有電話的聲音 然後後面呢都補回來了 而且這次時間拖太長 嗯 而且還看不到終點 對 有人預估是2024 蛤 不要吧 才會完全復甦 完全啦 完全 我們預估2023 2023應該不會完全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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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歐美 歐美又有事 都喝酒醃要吃 怎麼辦 我應該是不是去 現在期待疫苗啦 現在我如果沒有疫苗 真的都不用談 因為現在第二波疫情嘛 誰知道 什麼時候第三波 那怎麼辦 我是不是該講好了 喔這句話不能講 等一下打卡掉 哈哈哈哈 你有聽說流月很脆弱 對啊 流月很脆弱 跟什麼都有關 天災 人禍 戰 對戰爭 戰爭 因為流月是最後的一塊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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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需求 人不是有五大生理需求 五大需求嗎 哪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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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住行嗎 那還有一下是什麼 你住行 預熱 預熱 預熱一下 不是啦 人家不說生理的需求 生理的 心理的 有 人家不說 人的需求 有生理的需求 先被滿足 然後再是心理的需求嗎 然後還有呢 我忘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先Google一下 你說五下 你只說兩下 Google一下 我知道性需求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呦我笑我 我很專業 為什麼你這樣說 出來了 人的五大需求 馬斯洛說 需求 是分 五大 然後五大 生理的需求 安全的需求 社交的需求 需要 尊重需求 還是自我實現的需求 對 那旅遊應該是自我實現的需求 是這樣嗎 好啦都可以 安全 反正我知道是要生理的 反正不是生理需求 好啦不要卡掉好了 反正你會卡 反正你會卡 很多旅行社開始賣一些農產品 對 還有賣什麼 便當 還有賣吸塵器 員工去手搖引啊 當手搖員工啊 他們自己有員工餐廳嘛 就下去把那個 餐廳都改成自己員工在那邊做 真的喔 對 有的員工是賣電器啊 然後還有賣一些 比如說他是泰國線 他就賣一些泰國的食品啊 還有化妝品啊 對啊 保養品啊 化妝品啊 就是 就是只要能做生意都做 重點就是 讓你的員工有事做 事情做啊 還有現金 對 好然後 我們公司也開始就是 辦活動 辦講座 對 然後還有就是 暑期親子 DIY體驗營 可以follow 坐火車去旅行的 Facebook的Event 上面有很多喔 八月喔 大家來報名 然後我們現在的導演劉薇 他還畫貼圖賣 喔對 幫各位賺錢 我生平第一次買貼圖 對 剛剛還是研究怎麼付錢 對 我還沒有買過貼圖 從來不買貼圖 因為大家之前都有輪修嘛 對 那修家在家你們都在幹嘛 追劇 打電動 你打電動喔 嗯 跟你的形象很不符合欸 哈哈哈哈 那簡單的啦 簡單不用用頭腦的 什麼 嗯 那個刺激 爆色的感覺欸 哈哈哈哈 欸師傅走 你很容易歪掉 你在這樣時代好不好 最後想要來問一題嚴肅的 就是 哈哈哈哈 那一題嚴肅我就完了 哈哈哈哈 今晚我想來一點 哈哈哈哈 大家都好 大家都好 大家無法嚴肅啊 哈哈哈哈 就是有人說 以後那種全球的大型傳染病 可能會常態化 所以我們這只是第一波而已 以後可能還有第二波無數波 那大家覺得以後 這個旅行業可能會變成怎麼樣 還是我們有要做什麼因應 還是說現在趕快開104 哈哈哈哈 先轉產業 一定會有疫苗出來啊 然後如果它是變常態化 就像流感一樣啊 因為畢竟出國的渴望還是很強 大家出國的渴望還是很強 現在憋好久喔 不知道我還要忍到什麼時候 是啊 那出差啊 出國畢竟還是有這些人 所以我覺得 當它常態化的時候 就一定就是像 看今年是流行A流感 還是流行B流感嗎 嗯 其實航空業現在 都做好很完整的防疫 就機上有防疫包嘛 有口罩 有酒精棉片 還有手套 然後在登機門口 或是報到櫃台 都有給面罩 所以我覺得以後常態 就算這個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假設這個 這種大流行 不會再來第二波第三波 或是有更新的病毒 可是我相信 就等於是 人類 在這一次有學到教訓 我相信以後的 如果這 這大流行會是個趨勢的話 我相信這個防疫的措施 一定會做到底 可能包含你出門完 你都在防疫 可是我覺得我們 其實我們的態度 都還蠻積極的 因為我記得 就是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行銷部 就是開了一個共用的表單 然後開始記錄就是 各個航空公司 或者是火車公司 第一步驟是做哪些事情 就是我們想說 我們已經開始在餵以後準備 因為我們就 其實疫情剛發生 我們就要問說 那那個時候SARS你們怎麼做 對 那我們覺得 我們現在就是要記錄 這個 新冠肺炎時期 我們遇到了什麼狀況 然後我們之後的人 才有東西可以 從中學習 希望不要再來了 還是不 一定會啊 你看SARS之後就這個了 我們都經歷了SARS跟 武漢肺炎這一次 只是那個 這個週期 我們希望他不要這麼 密集 其實上次 上次SARS到現在 是17年前 請大家盡量保持樂觀 對 樂觀的態度 正面正向的態度 來面對這一次的疫情 對 真的 因為人類這麼聰明 我們一定會想到出路的 對 大家這麼 不可能一輩子都不出國啦 所以一定會有solution 是應該會有出口 對 生命會找到自己的出口 對 以前都是最好的安排 怎麼了 開始步道大會 不是 那不是最好的安排 這一次不是最好的安排 我想 經過這一次 就是全球應該都有上了一課 以後大家就不敢掉以輕心 對 對 好那我們就一起期待 可以再次安心出遊的那一天吧 是 好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內容的話呢 請歡迎按讚我們 然後 如果有任何想要問我們的問題 或者是想要跟我們加油打氣都歡迎 在下方留言 那別忘了追蹤我們 然後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你的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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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按讚 按讚 按讚 按讚